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书是一网打尽,副标题是贝佐斯和亚马逊时代,亚马逊是世界上第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市值一度突破万亿美元,成为继苹果之后美国第二大市值超过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市值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差不多相当于阿里巴巴与腾讯两家公司市值的总和,相当于荷兰一年国内生产总值。 亚马逊成立于1995年,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灭,如今已跻身世界顶尖科技企业之列,亚马逊在过去的20年里做了哪些正确的事情?创始人贝佐斯如何带领企业成长,一网打尽,书中自有答案,该书于2013一出版,作者布拉德斯通,彭博商业周刊资深撰稿人,致力于面向未来的高科技企业,曾为苹果、谷歌、亚马逊等公司撰写过大量封面报道,在编写本书时, 斯通采访了超过300个亚马逊高管、员工、首席执行官贝佐斯及其家人,试图找到亚马逊成长的秘密,并最终写成一本一网打尽,书中有内情,有八卦,这本书的争议就在这里。 贝佐斯的妻子,现在应该说是前妻麦肯齐,毫不犹豫地在亚马逊网站上给了一星差评,因为麦肯齐觉得书中对贝佐斯的描述太过苛刻,把它塑造成了一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企业家。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读者们以往打尽的好评,2013年末,金融时报和高盛杂志评选为年度最佳商业书籍。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与贝佐斯的不同之处,亚马逊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变化,才有了今天的商业帝国。 我先给你讲讲亚马逊公司的历史,还有他背后的贝佐斯,第一个变化是指贝佐斯从一家基金公司的副总裁到创业公司,这要追溯到贝佐斯小时候,贝佐斯是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长大的,他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执着和专注,三岁时,他想睡大床,用螺丝刀把婴儿床给拆了,妈妈把他带到公园里玩旋转木船,其他孩子向妈妈挥手,而贝佐斯则盯着游乐场上的皮带和滑轮发呆。 8岁时,小学生贝佐斯带领一帮朋友把废弃的打字机连接到电脑上,自学编程,开发出第一款星际迷航游戏。 高中的时候,贝佐斯一直保持着A的成绩,连续三年都是理科最佳,他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电子工程和计算机双学式学位。 总的来说,贝佐斯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退学,也没有因为创业而退学,给人的印象就是优等生。 贝佐斯198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创立亚马逊之前,他曾是销市华尔街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 那是一家基金公司,创始人戴维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博士,开创了计算机应用的先河。 那时候的金融界还不知道这种黑幕,所以销市公司一直在默默地赚钱,不过,贝佐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潜力的领域。 1994年某天,他上网时无意中看到一组数字,据此推算,网络使用量每年都在以2300的速度增长,这让他看到了互联网巨大的商机。 他简单地思考了一下,到了80岁以后,是否会后悔放弃华尔街的优厚待遇呢? 答案是否定的,错过了互联网热潮,你会后悔吗?是的,所以,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华尔街。 贝佐斯将这种决策方法称为后悔最小化模型,即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选择一条最不会后悔的道路。 贝佐斯就这样离开华尔街,开始自己的事业,虽然在华尔街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段经历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肖市在技术上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亚马逊,亚马逊看似只是把线下电搬到了网上,但他成功的关键在于大胆地抛弃了零售业的思维,采用了科技驱动的互联网思维。 具体情况,我们稍后再谈,亚马逊公司也采用了肖市的招聘模式。 贝佐斯相信雇佣最好最聪明的员工是公司成功的保证,他会亲自面试那些有潜质的应聘者,询问他们的set成绩是否与中国高考成绩相当。 他要求招聘一批比一批优秀的员工,贝佐斯是一个工作狂,他对员工的要求也很高。 如果有人想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贝佐斯一定会拒绝他的。 公司成立支出,麦肯齐是贝佐斯的妻子,负责会计监管。 第一位员工是加州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卡芬是技术部的主管。 他们三个把车库改造成了办公室,把门板拼成了桌子,简简单单的开业了。 贝佐斯最初的想法是建立一家万货商店,但他总觉得一开始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囊括进去不太现实。 想了想,贝佐斯的目光落在了那本书上,一是图书都是标准化的,不同书店卖的书都是一样的,顾客不用费心去分辨。 二来书籍种类繁多,全球出版的书籍数以百万计,网络可以让顾客享受到海量的选择。 那时候网络书店的体验并不好,贝佐斯迫不及待的想要抓住这个机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店。 贝佐斯的雄心壮志可以从亚马逊这个网上书店的名字中看出来。 他说,亚马逊不仅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 在1995年春季,亚马逊推出了测试版,一开始,亚马逊收到订单之后,会去书店买书,然后寄给顾客。 然而,图书批发商的最低要求是十本,而亚马逊当时的销量并不高。 这时候,他们发现了批发商订货规则中的漏洞。 其实你不必买十本书,但是至少要订十本书,订购一本真正想要的书,再加上九本批发商缺货的书,批发商就会把需要的书送过来, 并附上一张纸条,对不起,书卖完了。 一开始的时候,亚马逊的订单很少,一接到订单,就会有很多人蜂拥而至,想要看看有没有熟人。 不过过了几个星期,这种频繁响起的提示音就不得不关掉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用户? 这跟亚马逊的定价策略有很大关系。 他们向批发商打五折订购,畅销书或知名书籍打六折,其他书则打九折。 低价促销策略吸引了亚马逊的首批用户,为了增加订单,亚马逊又想出了另一招,利用其他网站将顾客链接到亚马逊购物。 亚马逊将支付8%的佣金,后来的电商网站上,也学过这种招揽方式。 几个月之后,几乎所有的网络用户都知道了亚马逊。 一位来自俄亥州的人写信说,他家离书店有50英米远,而亚马逊就是上帝的恩赐,一家网上书店就这样跌跌撞撞的诞生了。 贝佐斯曾经说过,对于失败,我并不后悔,但我一定会后悔没有尝试。 最小化的后悔模型,让他走上了一条不会后悔的路。 接下来是亚马逊公司的第二次转型。 不管是在线书店还是万货店,都离不开亚马逊顾客之上的价值观。 1996年亚马逊订货量大增,贝佐斯认为网上百货公司确实有希望。 1997年5月,贝佐斯上市后,亚马逊就将扩张作为第一目标,开始扩大品类融资,扩大员工规模,扩大商品种类,成为网络零售商。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梦想? 在亚马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飞轮理论公司,它就像一只巨大的轮子。 刚开始的时候总是难以推动,但是,只要你努力让它旋转起来,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用户体验越好,流量自然就越高,流量越大,就会吸引更多的卖家在网上销售商品。 企业就会利用经营规模来要求供应商提供更好的商品,这样顾客就能获得更好的体验。 随着飞轮的不断成长,运营成本得到了分摊,成本结构变得更加合理,节省下来的钱也能返还给顾客。 让顾客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那么,如何才能启动这个巨大的轮子呢? 贝佐斯认为,要使齿轮互相建立转动,应该回到使用者身上,看使用者的基本需求。 为了提高用户体验,亚马逊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就像1996年亚马逊推出的个性化推荐服务。 如今,个性化推荐在购物网站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20年前,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想法。 亚马逊在一开始就向投资者承诺要为客户定制个性化页面,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让顾客评论书籍,然后推荐书籍。 因为顾客懒得写评论,所以他们改变了思路,只根据顾客的购买记录推荐他感兴趣的书单。 这一举措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该系统已经推出便带来了销售激增。 魏佐斯来到项目经理办公室,趴在地上嘲讽道,这位亚马逊公司的个人化业务奠定了基础,他记录了顾客的个性化特征,这也是电子商务与实体商店相比的巨大优势。 实体商店只能根据市场整体情况来判断,而不能考虑每个顾客的偏好,只能在市场营销方面广而告知,让顾客各取所需。 电子商务为传统零售也带来了全新便捷的购物方式,也颠覆了传统的广告营销模式。 亚马逊还推出了一件下单服务,以减少顾客在网上购物的阻力,把顾客的信用卡信息和送货地点输入进去。 客户下单后,只需要轻敲键盘,就能完成交易。 这种微小的变化,每年都能为亚马逊带来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对于网购用户来说,最关心的是物流快不快,是否包邮。 为了提高物流效率,亚马逊专门设立了订单旅游中心。 亚马逊公司一开始采用第三方供应商提供的分检机,它要求分检工人把一批订单集中在一起,然后再由分检机分检每一份订单。 比如订单A是一只橘子,两只苹果,B只有两只橙子和一只苹果。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找苹果的人特别慢的话,岂不是浪费时间和效率。 因此,亚马逊决定取消第三方供应商的设备和软件,自行编写软件程序,让员工可以根据订单直接从货架上取货。 亚马逊高效的配送能力和精确的送货服务,使其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2004年,有一位员工建议,亚马逊公司可以像音乐俱乐部一样,成立快运俱乐部。 贝佐斯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但是财务部门的人一听立刻反对,按照运输成本来算,这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但是贝佐斯支持这个项目,他知道,当网上购物变得容易时,消费者就会增加消费,从而推动企业的飞轮效应。 他们给这个项目起了个名字叫优先。 现在,亚马逊的Prime会员已经有了雏形,其结果是,这项服务为亚马逊赢得了极大的信任,顾客们对订单后两天内收到的商品非常满意,Prime项目得以幸存。 目前亚马逊会员注册人数已超过一亿,会员收入约占亚马逊总收入的5.5%。 重要的是,Prime会员服务抓住了人们的心理定态,认为交了会员费不买就亏了,于是订购了更多更大的订单,仅仅提高用户体验是无法留住客户的。 决定他们在哪里下订单的主要因素是价格,于是亚马逊仿效Costco推出了天天低价战略,即便是最艰难的时期,为了达到利润指标,贝佐斯也不愿意提高价格。 贝佐斯表示,零售商分为两类,一类是想方设法多赚钱,另一类是为顾客省钱,亚马逊不惜得罪供应商,为顾客省钱。 一开始,第三方卖家可以在亚马逊上定价,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入住亚马逊,亚马逊就会要求卖家不断压低价格。 如果卖家不同意,那么亚马逊就会把他们的商品从货架上撤下来,让卖家卖不出去。 所以,卖家之间流传着一句话,在亚马逊卖东西,那就是死路一条,不去亚马逊,那就死定了。 同样呢,亚马逊也完全不顾出版商的利益,单方面决定把最畅销的电子书和最新的电子书定价定到9.99美元。 如果出版商不同意,亚马逊将关闭推荐书目的算法,出版商的销售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得不顺从。 正如作者斯通所言,亚马逊公司的行为很明显地体现了贝佐斯自身在商业竞争中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亚马逊都是根据数据指标来做每一项重要决定的。 然而,一些由顾客随机产生的小事件也能改变亚马逊的政策。 贝佐斯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信箱,如果客户主动发邮件反馈问题,贝佐斯会把它转发给相关管理人员或员工。 对于收件人来说,这个符号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比方说,2010年年底,贝佐斯发现了亚马逊推销性健康产品的电子邮件。 为此,贝佐斯召开了一次公司高层会议,建议关闭此类邮件促销渠道。 虽然大家吵得不可开交,但贝佐斯并不在意。 他认为,不管利润有多高,都不能危及消费者对亚马逊的信任。 与其让亚马逊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受到考验,他还不如扼杀这个盈利数亿美元的推广渠道。 通过不断完善用户体验,亚马逊成功地实现了其零售业务的飞轮效应,已经成为21世纪初的电子商务巨头。 但是贝佐斯还是觉得有些不妥,因为他想做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一家零售商。 但眼前这个亚马逊,完全就是一个零售商了。 虽然贝佐斯本人不愿承认,但华尔街金融分析师已经开始怀疑亚马逊了,网上零售业的模式已经过时了,他们更倾向于像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 接下来就是亚马逊第三次转型了,从零售业到科技企业,亚马逊是如何实现这一突破的。 贝佐斯聘请了大量的技术专家,立志将亚马逊打造成一家科技公司。 一开始,他致力于在亚马逊网站上进行产品搜索,但是似乎走错了方向。 比方说,他们在研究街景系统,而谷歌在两年前就开发了类似的系统,而这些系统都与亚马逊的核心业务无关。 亚马逊在2002年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机遇,Othos系统最初的功能是允许其他网站使用亚马逊的商品系统。 支付系统,购物车等等,就像是天猫,让网易严选在天猫做网站一样,VWS系统体现了贝佐斯的开放性。 这也给亚马逊带来了一批支持者,偶然的机会使你获得成功。 后来,VWS业务逐渐向云服务转变,即销售诸如内存、数据库和计算能力等计算机基础设施。 在2003年,贝佐斯预言云服务将像电力一样普及,他把AWS比作电网。 过去,工厂要用电就得自己建小型发电厂,很多工厂都这样做了,但是当电网出现的时候,他们立刻抛弃了发电机,转而购买电力。 计算能力就像是电力,服务网络就像是电网,客户只需支付使用费就可以随时控制消费。 虽然短期内会亏损,但贝佐斯还是很看好AWS的,果不其然,很多新成立的公司,都将自己的系统,放在了亚马逊服务器上。 Instagram,奈飞,甚至Nassassia都是亚马逊AWS的客户。 谷歌主席表示,这些卖书的人研究电脑科学,分析数据,创造出意义非凡的东西。 AWS使亚马逊成为一家科技公司,无可争议,时至今日,AWS仍是亚马逊发展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 其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成为云服务市场的领头羊,超过微软和谷歌。 贝佐斯对AWS有着绝对的信心,并认为AWS是亚马逊未来最大的业务之一。 除了成功的面向企业用户之外,亚马逊还在个人电子产品领域表现出色。 如果我提到电子阅读器,你会想到什么? 是的,Kindle,作为亚马逊的当家花旦。 Kindle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事实上,最早的电子书叫火箭电子书。 1997年,电子阅读器的发明者与贝佐斯合作。 当贝佐斯看到火箭电子书的雏形时,他的眼睛就亮了。 他很好奇这种新型的阅读设备,小小的体积和强大的续航能力让他印象深刻。 可惜,他们最后还是没谈成,放弃火箭电子书,并不代表贝佐斯放弃了电子阅读器。 2004年苹果音乐搜索服务已经凸起,iPad成为当年热销产品,吸引了大量眼球。 正因为如此,亚马逊CD的业务才会受到重创,根本无法支撑。 这让他们很担心,苹果或者其他公司,会抢走他们的另一本核心业务,与其被别人吃掉,不如把自己吞下去。 面对苹果音乐业务的压力,贝佐斯组建了另一个神秘团队。 126实验室,一是A26,代表着最后一个字母锥。 他们要研发一款全新的电子阅读器,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准备。 当时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这会影响实体书的销量。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投资。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贝佐斯嗤之以鼻。 他认为,要想像苹果一样在音乐领域取得成功,亚马逊必须优化用户体验,把时尚硬件与方便的数字书店结合起来。 126实验室,汇集了当时硅谷最优秀的工程师。 他们将电子墨水等简单科技应用于Kindle。 电子墨水技术不像液晶显示器,它可以在直射的阳光下使用,而且它的电池耗电量很低,阅读时也非常舒适。 Kindle于2007年正式上市,已经推出便被抢购一空,用户只需支付9.99美元,即可购买一本正版电子书。 美国的纸质书,动辄几十美元,甚至上百美元。 亚马逊也提供免费的3G无线网络服务,用户可以轻松下载书籍。 这款耳目一新的涨上阅读器要多少钱?只要399美元。 事实上,亚马逊卖Kindle是赔钱的。 那么,它是怎么赚钱的?答案就是销售数字内容产品。 一组数据显示,尽管亚马逊在Kindle设备上损失超过5亿美元,但是其数字内容的利润却超过了20亿美元。 所以,Kindle其实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会员制。 Kindle亏本销售,目的在于降低门槛,提高用户忠诚度。 硬件的亏本只是一次,但未来用户会持续购买,最终整个系统都是盈利的。 两年之后,Kindle2正式上线,设计简单,使用方便,深受用户好评。 在Nokia和iPad推出之前,亚马逊已经占领了美国数字阅读市场的90%,Kindle可以说是改变了亚马逊,改变了公司未来数字化的方向。 Kindle团队的一位员工表示,Kindle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非常专注,而非专注于制造世界上最性感的小玩意儿,而专注于制造真正能满足人们愿望的产品。 好了,亚马逊公司的故事到此为止,让我们回到最后,我们讲述了贝佐斯是如何带领亚马逊公司成长的。 第一个转变是,贝佐斯从一家基金公司的副总裁转到了创业公司的小老板,当贝佐斯看到互联网巨大的发展潜力时,他毫不犹豫,天生良好的信心和最小后悔模型,使贝佐斯实现了在网上开店的想法。 第二个变化是从网上书店转到了万家店,贝佐斯并不在意短期的盈利,他的目光放在了长远的发展上,以扩展优先为目标,以用户体验为首要目标。 亚马逊利用完善的物流服务和永不停息的低价政策吸引了大批拥躬。 有了飞轮理论的支持,亚马逊跑得越来越快,跑得也越来越轻松。 第三个转变是由零售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型。 为了让更多的企业和用户参与进来,亚马逊正在努力为企业提供AWS网络服务系统,为个人用户提供电子阅读器Kindle提供基础平台。 当亚马逊像血液一样渗入全球商业体系时,它已经成为难以模仿,难以超越的公司。 好了,一网打尽就到这里,听书笔记下面还有被佐斯的推荐书单,里面有关于人的神话,创新者的困境,优秀的优秀的黑天鹅的故事等等,你都可以在喜马讲书中找到,明天见。